你现在身体感觉不好受 我现在有眼睛看不见 坐着说话很吃力 都要憋住一呼气 然后把这几句话说完 然后又要传一呼气 老公看了这封信之后想说什么 老婆 我已经还有一年把要退休了 我希望你的生命 你一天好起来 你想在哪里去说 我就带你在哪里去说 好不好 好的 谢谢老婆 今天是你的心愿吧 对 好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带着爸妈回老家 圆他们想回家的梦 好 谢谢 来 请回 老家哪里啊 河北唐山的 爸妈自从有了我们两姐妹 就没有回过去 但为什么没回去呢 经济上比较结局吧 要多少钱 从成都 一个人来回得一千多 一千多 四个人 有四千多块钱 四个人都回不了我 我父母现在九十多岁 我妈妈眼睛看不见了 我爸爸是慢足费 已经初期都很难了 要去晚以后有个人 搀扶着他们 你的意思是说 还要再请一两个人在路上照 对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五位怎么帮助你 生命是这么的脆弱 很多时候我们一瞬间 你身边一个很爱的人 他就不在了 所以刚刚听到你说 你父母九十多岁了 然后想回一趟老家 我们五居五术旅游住宿平台 是一家专注于 传播美好生活的 一个旅游住宿平台 我代表我们公司 向您捐赠两千元 希望能够帮助您 在回家的旅程 更加的顺利便捷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不光是实现了 你自身的价值 你还帮助这个社会 救助了这么多 无助的灵魂 特别钦佩你 所以我想 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资助你两千元的基金 希望你能 圆更多的人的梦 包括你父母的梦 谢谢 在这六万个电话背后 到底是多少个 没有破碎的家庭 多少个没有失去 孩子的父母 多少没有失去 父母的孩子 所以我也很希望 代表我们银朗文化 捐助两千元 希望你们善良的一家 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 也希望能够 圆您父母这个梦 好的 谢谢 在你身上 感谢了 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特别要感谢你的父母 帮你带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感谢这个大哥 我又不是照料你 希望你们过得更好 维之纳 发自饼公司 赞助你一千元 谢谢 今天我感受了一句话 可能真正地帮助别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给予 而是深切地去感同身受 那么你的这个热线电话 去把别人 从濒临死亡的路上 拉回来 所以这种感同身受 是我们每一个 想要做公益的人 是要去学习的 那么我们全盟是一个 以音乐为基础 致力于传播爱和快乐的品牌 在这里我也赞助 两千元的爱信基金 帮助您回老家的路 走得更加顺利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